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附近的餐厅也有足迹 所以教会同工们也特别提醒 然后也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真是要好好祷告 那我看这次会变得像这样子的情况 的确是因为人的放松 是啊 尤其我当老师的 我看到所有一些老师去一些场所 导致学校的学生和同事也被感染 就觉得叹口气 圣经格林多前书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第十章二十三节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的确真的圣经的话没有错 我们有形式的自由 不过我们应该想一想 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带来益处 还是带来害处 我们所做的是造就人还是拆毁人 对一个信主的人而言 我们的确应该有这种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价值观 是 是 所以还是要很小心 不但是为自己也要为别人 要非常的做事之前 真的要想一想 要去一些地方也要想一想 现在我们连要去外面吃饭 都要考虑考虑了 不敢随便去了 当然不是只有疫情是这个原则 圣经写这句话的应用 是用在各个层面 疫情只是在这个特殊时空 带来的主题 我们的人生观应该常常想到 不要只想到自己的自由 更是想到是不是造就人 是不是可以使人更好 是不是给人带来益处 这些都应该是基督徒 日常生活中做决定的时候 应该列入考虑的一些方向 对吧 是 是 求主带领我们 我们一方面为这个疫情祷告 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祷告 扩而大之 是不是我们有这种属灵的 属乎圣经的 和神心意的价值观 跟生活的态度 好 那请师母带我们祷告好吗 好的 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 天父我们再次将台湾的疫情 交托在你的手中 为今天增加到104位 本土的确诊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更加的小心出入 我们做好我们个人的卫生 因为要顾到整个大局 顾到身边的人 顾到整个社会的安全 我们也纪念到在许多的国家 现在也是一样 每一天都是好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确诊 主啊 主啊 我们不知道 这些确诊的人 怎么样能够得到医治 医好之后 他们会不会有后遗症 主啊 这个人类的浩劫 何时了了 主啊 求主 你特别的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 保守台湾到目前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真的是安全的多 但是主啊 我们也再一次 在这个疫情中 天天思考 主啊 你要向我们说什么 你要教我们什么功课 我们真是想到 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面前要谨慎自首 我们所做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 买个东西 或者出门吃个饭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 我们所言所行 不但是自己方便 到底对别人 对整个社会大众 是好还是不好呢 是有益处 有造就人的地方吗 如果不是 求主真的是 乐住我们的口 也禁止我们的脚 去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 求主你光照我们 提醒我们 给我们力量 能够天天都选择 顺服神的真理而行 主啊 我们知道 唯有在你的真理里 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 感谢主听我们的呼求和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 愿主赐福 也在今天晚上 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休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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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